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全世界 其实都在交朋友 而越南有一位新的中央总书记 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叫做苏林 他一上任没有多久就跑去中国大陆访问了 那看到的是中国的外长王毅去接机 新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是在昨天傍晚苏林抵达了北京 王毅在机场接机 苏林跟王毅握手 并且交谈时间超过两分钟 我们看到苏林他是越南的新的领导人 他带着他的太太 他的应该是正宫啦 一定是正宫 然后这个到北京去访问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千丝万缕 那中国这一次派王毅接机 已经超过大部分元首访中时候的 接机的格局跟待遇了 显示中国大陆对越南的一个重视 而另外苏林在访华期间还会见习近平 他们讲说会延续所谓的竹子外交 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除了习近平之外 他也会会见李强 这个中国的总理 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越共的总书记来到了广州 这是第一站 他强调说中国大陆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 那讲了很多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话 他说中国始终是排在我们越南的第一位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 你看这个话有深意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也是不断的在拉拢越南 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苏林他第一站先访问广州 而不是北京 是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的元首都应该会先到首都 为什么会先到广州呢 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因为柬埔寨的运河开工 那我们看到越南跟菲律宾的南海互动 出现越南起义心的传闻 所以苏林用行动表示 跟中国来做一个表态 说越南的竹子外交的政策没有变 你中国大陆还是我们的最优先等级 所以他第一站选广州表达的是南方 经贸关系我最重视 中越关系因为他是在南边 他是在中南半岛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但包括泰国 大家知道泰国也有新的总理被选出来 他是政治世家 也是当地的财阀 家里非常有钱 迎拉的侄女 他的爸爸过去也是总理 这是泰国的新总理叫贝东丹 他今年只有36岁 原来是商人 现在登上了总理的保卫 我们来看看他发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中国大陆的态度 每次我会有机会 跟中国大陆的领导的领导 我们都很高兴 这位新任的泰国的总理叫贝东丹 大家看到他其实是商业界上的女强人 他的家族在泰国是赫赫有名 他的父亲 他的姑姑都做过泰国的总理 他的爸爸还一度流亡到海外 你看到他对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说法 包括军事上面的合作 中国派遣先进的战机 到泰国举行联合军演 过去泰国跟中国大陆 其实关系一向非常紧密 那中国派出了包括运20 歼10C 歼10S 以及歼轰7A 等多种型号的军机 那我们看到泰国也部署了欧洲产的JAS-39 这个J型的战斗机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其实泰国啊 要购买潜舰啊 要购买这个战舰啊 也一波三折 最后最后呢 他这个要买下中国制的潜舰的背后 看起来跟美国的关系 又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疾风巧妙 所以泰国跟美国的关系 渐行渐远了吗 我们看到这个泰国政府 现在已经跟中国已经完成了谈判 所以在三年之内 泰国会获得第一艘 中国制的S26T元级潜舰 之后可能还会购买一到两艘 可是呢 跟中国越来越接近 美国可能就不乐意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未来这个地缘政治 可能也会有一些挪移或是改变 而另外在经济合作上面 泰国采取下一步行动 要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说是泰国的内阁五月底批准申请草案 越南也传出有意加入金砖 而现在呢 有159个国家将采用金砖国家的新支付系统 好 我们来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包括越南新的总书记上台了 因为他们是以党领政嘛 越南共产党 那另外泰国这位女性的新总理上台了 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这个苏林 因为他刚上任 因为转副中刚去世 那苏林他是新北省 那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在河内附近 那越南只要是北越出生了 大部分都比较轻忠 而且他是公安部的将军 所以是属于强力部门出生的 所以基本上跟美国关系不会太好 那我觉得他访问中国也完全可以预料 他想要稳住 先要先稳住外面 因为越南最近内部打贪反腐打得非常严重 很多人都下台了 那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知道 因为他也看到东南亚周边的发展 那看到这个中老铁路通车 那印尼的高铁通车 所以他开始羡慕了 纯纯欲动 因为越南那条高铁实在是拖太久 那从这个河内到胡志明 本来是日本得标 那日本光做了四年的可行性的分析 到报价580亿美金 把越南给吓坏了 那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这条铁路不盖真的是不像话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希望 中国能够协助铁路建设 那中国大陆对河内以北那条货运铁路 基本上已经答应了 可是对这一条 那钱大到吓人 那个钱相当于 这个越南GDP将近五分之一 太巨大的钱 而且坦白讲越南也很难搞 有土地征收的问题 人民反抗的问题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可能 这次就同意了 可能要再看一下 可是就是除了越南之外 他大概也看到那个中老铁路也要接到曼谷 那曼谷接到吉隆坡 那连吉隆坡到新加坡这一条也在谈了 而且这一次谈通通都没有日本新幹線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大陆已经一统江湖了 就说未来这个中南半岛的那个高铁 大概就是用中国的规格 那泛亚铁路这样才比较好维修 那这个可是就是越南这一段 越南当然也看到了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就是希望坦白讲 这个双方都希望稳住关系 可是你也不要把这种政治上的礼貌拜访 还有经济上的需求 就把它等同于 就是他在政治上就是亲中了 这个中南半岛有一些国家 是有点复杂的 比如说泰国 泰国跟美国以前是盟友 他是因为越战美国撤出之后 他才跟他共同防御条约才不算 不然本来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本来也有美军的空军基地 而且那个我们叫那个金眼镜蛇 每年度的美国跟泰国的军演 每年都有 所以而且他的军火很多都是跟美国卖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不太容易完全倒到中国这边 可是经济跟政治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政治就是包括 这个RCEP 东盟加一 然后跟中国的贸易 那这个其他啦 事实上比如说你看金砖他就还没有参加 他还是会考虑一些因素 可是泰国基本上是这样 他的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大概只有亲中跟更亲中两种 从来没有反中的 那基本上就是很实际 那我觉得跟他的政治精英有很多是华裔也有关系 这个新的总理他们家已经第三次当总理了 对啊 对不对 就是他们是属于左翼嘛 就站在中下阶层跟农民的立场 那然后就这个军人啊 还有有钱的贵族们 看不顺眼就把你推翻 那可是呢执政下去 又发现搞不定 这个下层老百姓的反对 又又又重来 这已经循环三次了 是啊 那循环三次 可是你看不管谁在任啊 跟中国的关系都蛮不错的 所以只有亲中跟更亲中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坦白说 不会有人去讨论是不是亲美反中 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两边都有 对可是他也 他在军事上还是会拉美国的力量进来 对对 来请教这个舰长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中国大陆跟泰国所进行的 英纪2024的这个演习 其实中国大陆除了歼16跟歼20之外 没有出动之外 其他所有的家底都出来了 也就是歼10C 也歼7还有运20都出来了 那这一些呢 除了跟泰国做一个战术的对抗之外 其实这都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用意的 也就是未来泰国可以跟我们买啊 对不对 可以跟中国大陆买啊 那这一件事情呢 也就直接的反映在泰国跟中国大陆购买的 S26T的这一个潜舰上面啊 这一个潜舰呢 那当初其实他要所使用的这个引擎呢 应该是德国的MTU引擎 可是德国呢 他他在近年来又以军事出口项目啊 然后这个柴油主机的部分呢 事实上是武器禁运制裁的项目 所以他拒绝向中国大陆出口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 其实他是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台湾 当年我们也是借由国光号的名义啊 从美国购买了柴油引擎回来 但是不是给国光号用的啊 是给海军的LVT用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 其实他可以用各种名目 但是别人早就知道心知肚明 你用什么样型号的这个主机呢 他就是给什么样的舰艇使用 你扯都扯不了 但是泰国他愿意继续履行这项合约啊 这个里面一定藏有猫腻 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金额会降低之外 另外我们现在看到的原籍啊 他已经有新的构型 我们以前看到浅见的凡照 他都是垂直的 那未来 我们不是未来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039C的这个浅见 它上面已经不是这种垂直形状 是个菱形的 这个为什么是个菱形呢 也就是当圣纳打来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折啊 那当它反射的时候 朝另外一个方向 不会朝原来的那个方向反射 然后也就是说它可以降低被争获的这个能力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就是革命战法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错 这件事情呢 曾经发表论文 在欧洲的期刊上面论证过这件事情啊 它有用各种的电脑模拟啊 所以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武器 这武器装备啊 要从论文着手 另外啊 我们看到 大家常讲说解放军的这些浅见啊 都跟火车头一样 老远就听得到 但是那也是以前 为什么 这个上面这艘浅舰啊 是Kilo级浅舰 Kilo级浅舰呢 其实在北约叫做深海黑洞 它除了 它的声音小 除了外面的吸音瓦之外 另外也就是它这个减震的这些气阀 泰国会不会借由这一次的 没有办法使用主机的 德国主机的条件 改变了外形 使用了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气阀 来减低这些声音 这个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来 请教宾格 其实越南苏林 他一上任马上就去拜访习近平 去中国大陆参访 显然我觉得他就是要 刻意破除前一阵子 就是传说中好像越南开始 对中国大陆有一些意见啊 在南海这边开始跟 大陆有一些对峙的状况 我觉得他就是要破除这个东西 显示他跟 中国大陆还是 有深厚的交情 所以你看他整个步骤 他一路追随着 胡志明过去的这些路程在走 那他就是要特立拉胡志明 因为胡志明当年加入过 中国共产党 所以就要把这个 双方过去的情谊再拉起来 然后借由这种方式来拉近 彼此间的距离 所以这显示 至少在苏林这一任里头 大概越南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 所以对他来说 中国大陆当然是他 极力要争取的一个对象 可是你说他就会就此 全面倒向中国大陆 我是不认为的 因为毕竟 不管是美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也都跟越南产生过战争 你说他要完全信任对方 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现阶段来讲 中国大陆对 越南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 从中国大陆那边争取更多的资源 那对大陆来说的话 他也会很审慎的判断 因为大陆虽然也要争取越南 可是问题是 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因为越南去搞这些基建什么 他们其实问题一大堆 不是那么好搞 所以也不是说 口头上答应之后 未来如果见不成 或是出现其他一些状况 这也是个麻烦事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要审慎评估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那至于这个被动单呢 他其实泰国的国策 很简单 就是对他来讲 中国大陆不是威胁 所以那如果能够 跟中国大陆有进一步的合作 至少在经济上 那甚至争取观光上面 对他来讲都有好处 所以他没有必要跟 中国大陆打坏 这些之间的交情 那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泰国的军事状况 始终起起伏伏 那对他来说 中国大陆的军武低价 然后又可以用很 就是让他们很优惠的方式 去购买 所以对泰国来讲 诱因是很大 所以他们这次谈潜艇 其实他们这潜艇 前后谈了十几年 终于谈下来了 那未来会被加购 不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 实际上 泰国一直内部就有人在讲 泰国干嘛需要潜艇 你要跟谁打仗 但是对泰国军方来讲 他们还是认为自己需要前提 最主要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势力 那你看这一次 大陆连运二十啊 歼十锡啊 这些都过去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 彼此之间一个友好的展现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大陆大概也想顺便推销一下 看看泰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 去购买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双方未来合作 应该会逐渐 逐步的发展 那泰国当然不会放弃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大陆在不断的发展 他自己的武器 包括您看到最近 有外国的军事媒体 就拍到说 中国大陆有新型的护卫舰 这个叫做054AG护卫舰 被认为是054A值的升级版 那据说现在呢 可能这个总数 已经建造到50艘以上了 像下水饺一样 不断的在打造这个护卫舰 而另外在空中也有新型的 空中预警机 外媒说可能它的名称会叫做 空颈700 那它的这个外形也曝光了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它的机背有安装 有源的这个相控阵雷达 还有大型的天线模组 为隐身战机和导弹攻击 提供更强的引导 所以这些武器的各种的研发 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多 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 那当然这是两个很强大的军事的大国 所以有时候都会互相的呛瞎 包括美国专家就讲说 哎呀我们的四代机随随便便 就可以击落你们歼20 那讲出这样的话之后 中国大陆的媒体也不甘示弱 说你就是眼红啦 死要面子啦 其实啊这个歼20一直被视为美国F22跟F35的主要竞争对手 两个强国在方方面面都在竞争 不过现在土耳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升温了吗 这样子是不是意味着中东的局势有变化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的航线又复航的消息 这是时隔8年乌鲁木齐到伊斯坦堡的往返客运航线复航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国家包括在离业巨头的这个签署呢 我们看到离电池的项目呢 现在也有合作框架了 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做沙烏地阿拉伯 它在中东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跟这个各种的关系 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看到包括沙国的主权基金跟中国四大银行签了MOU 那另外呢 这个美国也要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啊 你们帮帮忙调停中东的乱局 可是这个时间点啊 这两个国家会站在哪一边呢 包括布林肯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外长讨论 加萨停火的一个相关事宜 还有夜门危机和苏丹和谈 可是呢 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北京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包括美国已经请求土耳其 希望它说服伊朗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会听美国的吗 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在中东 中国大陆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了 像是前一阵子在中国的调解之下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跟土耳其 这三个国家某种程度有大和解哦 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互动啊 那会不会对这个中东的区域啊 或者现在局势有一些影响呢 那这三个国家那当然表面上看 表面上看起来谈和了 可是彼此之间那数十年的嫌隙 哪有可能一朝一夕就瓦解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博弈的内容其实是这样 包括伊朗跟土耳其哦 他们在叙利亚北部以及高加索有争议 那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在夜门有问题要处理 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在利比亚 也有各自的布局跟盘算 所以这三个国家当然会互相制轴 可是共同点说 共同点是这三个国家最近跟中国大陆 也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交好 那我们看到布林肯不断的在穿梭哦 因为美国想要让以哈和谈 希望停火 可是看起来哈马斯对于条件不愿意接受 所以未来是悲观的吗 还会继续打下去吗 拜登说还没完我们还在努力 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中东这一局 美国这个以哈的谈判 根本就是没有方案的谈判 因为你谈完之后 那加沙未来政府怎么组成呢 你美国有方案吗 比如说中国大陆去协调 巴勒斯坦14个派系 那就是说要以巴勒斯坦为主的政府 那约旦和西安的自治政府过来作为主体 那周边四个阿拉伯国家也同意 你美国有方案吗 美国事实上目前的方案跟以色列完全一样 就是哈马斯不能参加政府 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嘛 哈马斯不参加政府 谁搞了定阿萨 加萨 那你美国没有方案 所以你这个到底在谈什么 你这个顶多只能够谈停战 是没有方案的停战 那停战 以色列军队还是不会撤出 因为没有最终的方案 所以你这样怎么有谈等于没谈 所以为什么哈马斯就一心栏珊 他就觉得你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我坏白说 为什么他急着谈 因为拜登希望在11月5号之前 弄个成绩出来 因为乌克兰那边他已经抓不住了 这个他认为他抓得住 那抓得住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以色列已经打完了 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打到 那个拉法边界 基本上已经整个加插都打完了 他现在只是在追击 这个我们以前中文叫扫荡 所以战争已经打完了 他现在扫荡 在抓 在抓余虐 你知道吗 哈马斯的余虐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已经打完了 所以打完了当然就可以谈 可是重点是在于 以色列要不要撤军 如果是哈马斯还在的 一个未来的政府 那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撤军的 所以这样怎么会有结果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为什么那个你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中东那些国家 对美国都越来越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哈马斯参加的 未来的那个加扫勒政府 就是不现实的嘛 所以包括伊朗啊 包括土耳其啊 澀地阿拉伯啊 他们当然看 看得懂嘛 看得懂这一点 那只有你美国看不懂 那你美国看不懂 就是因为你不敢得罪以色列嘛 因为以色列就只有这个条件 哈马斯不能参加 那我就撤军 哈马斯只要没有参加 我就撤军 那可是过去的历史证明 这个地方没有跟哈马斯谈好 根本没有谁能够hold得住啊 所以就是无解 然后再度陷入僵局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开发新的 这个所谓的护卫舰叫054AG 这是什么样的护卫舰啊 其实最新款的应该是054B啊 那054B就是我现在手上看到的这一艘啊 那这一艘其实应该就是它的等级啊 应该是跟日本最上级是并驾齐驱的 而且它的很多的飞弹导引的模式 也是非常相像的 不过为什么解放军现在只造了两艘啊 踏河跟青州两艘 那他造了两艘之后 他又回头 回头开始做054AG的这一个部分啊 其实054啊 大家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旧的产品 哎 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啊 他到了第五批次的时候啊 这个疑心件而言啊 他的射控雷达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一种 转来转去的 不是 他已经是相位阵列雷达了 他已经装在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左前右后 他通通都是啊 那当然另外一侧我们看不到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新款的这个护卫舰了 那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回到原来的 其实可能跟训练有关 为什么 因为我做新的 新的这两艘 那054B 他能够训练的也就这两艘 后面还要等 可是如果他做054AG的话 他可以直接在054A这个广大的40艘里面 慢慢训练 那而且这个训练完之后 因为他们真的就不是下 不是他们讲说这叫做下汤圆 其实不是下汤圆 下饺子 下水饺 可是我觉得是下汤圆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比水饺更快 对比水饺更快 而且数量又多 所以他们的建军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需要训练 所以他需要旧型的舰艇做训练 不过现在讲到说有关于歼20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不要讲歼20 我们讲次代半的这种战绩 也就像歼16这种 他其实已经强调的是 所谓四巨外决战 也就是已经不是在 我四巨内来 我瞄准你 或者是我用各种的包夹器服演进时 或者是落叶飘这种 这种战术已经都不是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现在歼16 他攜带的是长四公尺的 这一个PT-17 这种飞弹 这种飞弹可以飞400公里 他飞400公里 到底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飞400公里 也就是 他我们现在看到美军所有的装备 他都是透过Data Link Data Link中间主要的一个节点 也就是预警机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直接飞这么高 然后从上面来攻击预警机 为什么从上面呢 因为预警机 它虽然是雷达 不管是旋不旋转 它有一个波束套 那这个波束套 它从上面 也就是你雷达征收不到的地方 从顶端攻击 所以这些所谓的专家 拜托不要专门害人家 好 我们进一项广告 请教兵哥怎么看美中在军事上面的竞逐 先讲这个专家称四代金摇尾能击落均20 这根本不是废话吗 你管他什么飞机 你就在零四战斗机摇他尾巴一样 可以放他下来 这不是根本废话吗 你美军自己在模拟的时候 F-16也击落过F-22 对 这没有什么 那问题是你F-16要怎么去发现F-22 这才是问题 所以这根本就是我觉得 这个专家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那现在 我觉得 加萨走廊这个问题看起来 基本上是无解 因为 美国在那边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你看拜登已经对外放了多少次消息了 说哇停火已经马上要成了干嘛 结果 结果就是大家都否认啊 你根本就谈不下去啊 现在 前两天谈的没结果 现在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谈 问题是 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第一个 以色列不可能让 这个哈马斯加入新的政府 那你如果不让哈马斯加入新的政府 那哈马斯为什么要跟你谈 我跟你谈不是早死吗 所以 这根本 根本谈不拢的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认为以色列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他就故意拖 然后他就 在这段时间他 他还是不断的在进行轰炸 今天才轰炸了一个非常惨 有一个五胞胎的 加萨那边的那个小男生 五胞胎都是小男生 十岁而已 全部死掉 好赖庆德的爱将出事了 我们看到交通部部长李孟燕 刚刚因为婚外情 他口头请辞 并且在很快的时间 就获准他的辞职 所以我们的中方部部长 现在已经下台了 而理由是婚外情 更多更多的新闻 等一下都会在节目中里头 跟您探讨 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老大平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前海军舰长 吕李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 这个起源是来自于PTT 这一篇贴文 在早上11点左右 我们看到男主角 女主角的照片 亲密照被扔在网路上 男主角李孟燕 女主角是和她相恋 十多年的地下情情妇 家里头住在新北永和的 华府水月 这是有蹊跷的 等一下为大家来解释 两个人其实已经持续了 十年的婚外情 在这个李孟燕 当台南的水利局局长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李孟燕最近升官了嘛 到交通部当部长 好像慢慢对这个女生渐行渐远 女生报复吗 因为你随随便便把这么多私密照 放在网路上面 到底不是这个女孩子丢的 那后面可能有更有高人 在这个从中指点吗 或者是说这个男主角李孟燕 可能觉得说 这个婚外情会影响到 她的官场的升迁 所以要切断跟女生的关系吗 或者是赖清德早就知道了 要她赶快把事情处理完吗 现在不知道 只是说观众朋友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多高官 都有婚外情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有证据的 这是事实啊 你看到包括赵天玲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小三 这个自拍也让她的仕途生涯中断 本来要选立以为现在没有了 还有罗志正自拍的影片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也在选前流出来 那她也中箭落马 那个时候新北市雕出是说 这个影片不是伪造的 可是查无被告 也找不到被害的人 所以签结了 而另外包括这一次李孟燕小三事件 跟郑文灿 大家记得吗 郑文灿去澳门 疑似啦 跟女子开房间的那个画面 也是第一时间在PTT上被丢出来 被爆出来 感觉都有一个套路 感觉是民进党内部的内斗吗 还是外部有人要警告他们 或是这个政治上的斗争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孟燕 对于新闻的处理真的是快速止血 他立马请辞 而且立马获准下台 请辞获准下台 那我们看到 他是最短命的交通部部长 只上任92天就闪辞了 朱镕泰也很明快的说准与辞职 可是大家知道 其实李孟燕是赖清德总统的人 从他在台南市任职的时候 就一路被拔着到现在到中央 所以一定是赖清德点头 所以李孟燕才会走人 现在如果赖清德的人马发生问题 他就立刻斩首处理 如果不下台 可能会转移掉民进党 打科文哲政治献金的风向吗 因为大家会一直讨论 所以这是赖清德的主意吗 是他的策略吗 像是李孟燕很快被拔掉 可是有人就想到了 在去年我们看到包括王毕胜 当时他的婚外情都生出小孩了 可是不用下台 反而高升 当时蔡总统还帮他赠予 赠予他的一个勋章 我记得是赠予一个勋章 而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PDT一开始 不是写的女主角住在永和的 来看一下华府水月吗 为什么要把人家住的 这个社区名字点出来 原来有一个非常巧合的关系 因为这个华府水月 这个社区就是张刚为 他这个集团建设公司的老板盖的 可是就在不久前 大家还记得吗 李孟燕被爆出 曾经到张刚为的都根办公室去 张刚为是谁 他是汉阳集团顶兴岸案的都根 的一个这个还有做建商 那他也是过去这个远东航空的前董座 不只是疑似李孟燕跟张刚为见面 甚至甚至在这个几乎是同一时间 李孟燕还和张刚为的律师 一起坐下来喝咖啡 被拍下来有照片被丢出来 你看到这是在暗夜中 李孟燕跑去张刚为的办公室 去会见的一个这个状况 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 据说住的地方浮华水月 现在的成交价没一平 因为在永和嘛 大概是57万左右 那这个房子是谁的 如果啦 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 因为李孟燕都下台了 那这个房子如果是女生租的 或者是这个李孟燕买的吗 还是李孟燕让他租的 那跟建商有没有关系 跟张刚为有没有关系 这背后真的有好多故事可以联想 那另外我们看到李孟燕 他是台南的这个赖清德 在台南的得力助手 可是过去他也不是毫无争议 除了这一件婚外情之外 当初在做龙旗掩埋藏水宝工程许可的时候 他发照嘛 被挨告了 那个时候有环保的争议 包括你看到他在当水利局局长的时候呢 不斥书宏道吴刚经那时候被检举嘛 也曾经引发了一个争议 所以呢 这个李孟燕 这一次这么明快的因为婚外情下台 这是在保赖清德吗 还是赖清德在保他呢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 来 亮哥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政坛的震撼弹 不 赖清德直接从台南市政府带上来的人 就是他当行政院长就跟着上来 就是陈宗燕跟李孟燕 这两宴 这个是公认的 那结果两个人都因为绯闻下台 那赖清德都不知道 那个陈宗燕是更迷奇 他去酒店你不知道 而且有小云 后来那个我们看到他被起诉 是交易了12次 我都不好意思说 两次没付钱 检方对他真好 说只有两次是对方招待的 这个你相信吗 交易了12次只有两次对方帮你付钱 其他10次都你自己付 检方怎么会知道他自己付 我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贪污5万块以下可以判清 所以如果12次都是 百分之百超过5万 业者招待就超过5万 百分之百 因为一次1万2 检方真的好understanding 好体贴 太体贴了 我们不讲这一块 所以联合报才爱讲说 这个是不是大案小办 你怎么不去查他 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然后还体贴的把12次弄成只有两次 别人请客 因为两次的话可能就2万而已 2万4 2万4 不过我们不管 我们奇怪的是 陈宗燕去那么多次 你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是在讲他的人事的控管问题 李孟燕这个是长达10年 你都不知道 不过坦白讲 如果连谢龙介都不知道 对 因为龙介仙一开始就说他不知道 对啊 连龙介仙都不知道 好神秘 可是龙介仙毕竟不是李孟燕的很亲近的人 对啦 赖清德跟李孟燕是非常亲近的人 而且 坦白讲这两个宴都有相当的能力 所以才会高升 那结果 赖清德现在台南市府出 跟着他一路上来的两个 最有人力的左右被绑 都出事 都被砍了 而且都是绯闻 都是女色 对 然后他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会不知道吗 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去上任交通部长 之前还不处理 有可能是上任交通部长的时候就处理了 处理了女生就不开心了 不是啦 这个女生显然就是没有要钱的啦 这看得出来嘛 就是死心在等你 我是觉得他一路升官 就逐渐跟这个女的疏远 因为他知道这个会出事 可是那个女生就一直 一直跟着他嘛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继续来往 可是就是 那个女的就不甘心嘛 就这样啦 可是不管啊 我们意思是说 这个赖清德在用人 事先做的 这个我们美国叫做Vetting 就是对你的身家调查 该可能被人家攻击的 而且这个事情蛮诡异的啊 怎么会突然之间有人丢到PTT呢 你觉得是这个女的自己丢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就好像 比如说罗志正啊 或者是郑文燦 他们很早以前的事情 你也有所耳闻嘛 可是一直都没有影片嘛 没有人丢 对 这个现在给你丢出来 所以我讲白了就是 我当然会感觉有那个政治斗争的味道啦 就是当然有很多人想要交通部长这个位置啊 市场交通部长是很重要的位置啊 那这个农业部长也是啦 因为都是小金库型的嘛 因为你要分配地方道路修整啊 还有地方的农田水利等等 这两个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我就觉得难以想象啊 就是这个赖金德对于他所用的人 他所可能会引起社会争议的 他完全不进入状况 这个 你看他现在用的人啊 现在整个内阁的组成 大概都是他就不是他的亲信了 而是他熟的朋友 比如说刘世芳 他让内政部长 那是长期跟他一起的占有嘛 就是大概都是这一类的 而不是他一路这样带上来的 所以 他这个断了这个 亲信啊 我是觉得以后做事情就越来越 越卡 我觉得他可能就会越 对人会越来越严格啊 这可能就给他一个启示吧 就说连 连我最信得过的人都这样 等于是一路把他带上来的人 从台南一路带上来的人 而且是十年的事 对 然后他都不知道 因为连谢龙介都不知道 谢龙介是台南包打厅第一名 他都不知道 所以李梦彦藏很深啊 他藏很深 把这个婚外亲 就好像赵天宁上次那个大陆那一位 是 真的很少人知道 真的很少人知道 可是 他就是会成为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今天比较耐人寻味的应该是 到底是谁 丢到PTT的 那他是如何取得的 为什么这个女生 而且上台都92天了 你这个时候才出手 那是在干嘛 可是这个PTT上面爆了一个料 就是华府水月 这个建案 跟张刚伟连在一起 这个感觉有深意 对啦 可是上次传出来的是说 李梦彦有跟张刚伟见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 这种爆料都是 要置人于死地的 突然把那个讲出来干嘛 那女的住哪里 跟这个匪文有什么关系 他是故意的 所以我觉得爆料这个人 是非常明显就是要他下台 所以 他也得偿所愿啊 立刻下台了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我们台湾内部 在制衡民进党的力量 不是来自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来自于深层的PTT 是来自 搞不好是民进党内部啊 很深层的 很深层的 因为像郑文燦 或者是罗志正那种影片 对 大部分的传出来 也都是内部的人 然后媒体也拿不到 还有那个林志坚的论文 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民主制衡力量 是来自于民进党内部的 深层政府吗 有这样的事情 来请教兵哥 其实最近很流行这样 你看民众党一开始那些爆料 看起来像他们内部 自己有人弄出来 所以大家有志一同 最可怕的是自己人啊 都是这样 这很正常啊 那今天早上我有看到这一个 那当时其实大家都不太敢上车 因为虽然照片是很明确 但是因为现在AI技术太发达 你不要到时候 你没有搞清楚上车到时候就 就根本是AI 因为我今天还看到一个 美国那边AI的技术 把贺锦丽跟川普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还一起生小孩 所以那时候在赌说 哪一个电视台会先爆 是啊 结果后来是TVBS 没有啦 平面先爆啦 不是我说电视 电视 但是我必须讲就是 他们处理的如此明快 倒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过去民进党 因为以民进党党 现在他们对这种事情 其实没有很在乎 我讲实在话 你看 陈忠彦都已经直接接受性招待 监察院还可以说他不需要弹劾 你就知道其实他们真的觉得 这是没什么 那如果按照王必胜的话 那照理来说李孟彦还要升官 对不对 因为王必胜被抓了之后 后来还升官 那李孟彦是不是也应该升官 那是因为要升到 上去就是院长 所以没关升了 所以才要下来 那这一次 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就是要赶快 立刻速战速决 立刻要止写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画符水月 恐怕这四个字是某种通关密码 因为他故意点出来这个东西 我早上看的时候会讲 他为什么要特别告诉人家他住那 住那有什么了不得的 对啊 那你会这样特别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在告诉李孟彦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如果你不下台的话 可能后续就有更多的东西出来 所以李孟彦也非常明快 赶快就请吃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赖清德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 你身边的陈忠彦 双彦 李孟彦都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呢 你真的都不知道吗 因为今天这个爆料的人讲说 李孟彦是 在南部的时候是堂而皇之 跟他出双入队 对啊 就直接带他公然以礼夫人 是啊 你看到这个照片 是在餐厅拍的观众朋友 两个人坐在一起肩并肩 上头还有一个手牌子写着 Love you 爱你 所以你觉得身为他朋友的人 会不知道这个人吗 我讲我很怀疑 因为我自己说 我朋友之间有人是这样 他也会公然把他带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 只是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们只有当中没看到 但是心里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赖清德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因为之前陈宗彦的事情 你说赖清德都不知道吗 因为当时不是传出来过 赖清德曾经把陈宗彦就要去训斥 后来把他降职不是吗 那赖清德是真的都不晓得 陈宗彦在外面干什么吗 同样李孟彦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会处置这么明快 是不是因为赖清德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不赶快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恐怕事情延烧出来对他会非常不利 所以才要赶快解决掉 所以我必须讲 现在对赖清德来说 很厉害左右手直接被人家断掉 赖清德本来在民进党内部就是狗叫 那你接下来再 你要再做事恐怕就更加困难 很多东西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这是不是有某一些人 就是故意要卡这个位置 然后让你赖清德没有的选择 只好选择我看起来很像是这样的一个利益操作的方式 所以赖清德自己要小心了 谁在算计你自己要搞清楚 是真的来 建长 坦白说我讨论这题目有点难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也就是我第一个我不相信长官不知道 为什么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部署会口耳相传的 而且例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长官带了一个 任何一个女性我们都通常都叫夫人好 大嫂好 你只要看她脸上不自然 那就是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这些部署总是会 大家东船西船 最后长官是都会知道的 但是我必须这样劝告大家 尤其是我们军方的 我们军方通常像我们这种小舰长 其实在外岛也有这种领域 也就是我们要去哪里也会派车的 不过我们的前任的舰长都有跟我们交接过 也就是你如果坐的是这种长官用车 你千万不要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带一些不该带的人 为什么 因为军事安全总队他们会有人跟着的 跟着的就会拍照 然后会来早期发现清楚 这个到底是谁 那所以就有很多可能会拍摄 我必须要这样说 其实我们在海军20年 我观察这些长官出世 其实是有四个原则 第一个离家太远 离家太远 当然就回家太少 第二个也就是应酬太多 你跟着大家到处去吃饭 难免就会碰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第三个性情太野 你一直觉得你很帅 或者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 最后胆子太大 那个李敖曾经说过 最可怕的是前期 那我在这里补充 那更可怕的是 不要钱不要名分 然后愿意苦手含摇的第三者 今天我们从前交通部长身上 得到验证 建长讲得最好 建长讲得最好 对 大家要这个 还是要谨言慎行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重要的一些 这些领导人 或者是干部 内容